現在的小孩看3C產品的時間 比看這本書的時間來得多 最近在新竹市文化公園 舉辦了一場封城親子讀讀樂活動 就是為了讓小朋友不要帶在家裡滑平板 希望大家能夠走出戶外 一同踏進書海的世界 我們可以在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手握一本書就可以遨遊無限的一個宇宙 所以為了讓孩子們能夠培養 這樣子的一個興趣 那我們的說故事協會跟文化局 就在今天這樣宣誓性的來辦一個 在綠草如印的草地上 然後也讓集合了20家的優質的書商跟出版社 讓我們的親子都能夠選購優良讀物 那甚至就是親子一起選書 晚上一起讀書 我們期待封城的孩子能夠在書裡找到自己 也能夠在書裡看見別人 整場活動就是期望培養孩子們的讀書風氣 親近最傳統的紙本 現場透過素人媽媽在台上匕首畫腳 表演故事秀 更有可愛的小朋友唱唱跳跳 精彩的活動與豐富的故事書 讓孩子有個愉快的午後時光 其實我們故事協會一直都有辦理就是說故事人才的培訓課程 那大概每一次的一期大概會有設計六到七堂課 每一次都會在第七堂課的時候給媽媽們舞台 就是讓他們把所學的把它呈現出來 那像今天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我們會有這樣的舞台有這樣的機會就叫素人說故事 就是野餐來希望很多的野餐的媽媽們 帶著孩子一起來說故事聽故事 閱讀培養氣質也能加深一個人的視野 封城親子獨獨樂吸引許多家庭走出戶外 一起在公園內翻閱最新的故事書 用最生動有趣的方式讓孩子愛上閱讀 海波新竹 陳若怡紅 實習記者 孫怡婷 陳冠宇採訪報導